在经过了闭关自行五天之后呢 吴玉生就在刚刚又再次出面说明 我们立刻来关心最新的现场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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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吴玉生在身线逃色风暴之后呢 他今天现在11点20分呢 已经抵达到立法院了 他待会就会待到这个现场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记者在那边等候 因为呢我们等了一整天 其实呢他今天终于是要来到立法院 要和大家讲说这五天来的一些心情 以及一些相关和太太的处理 这个桃色风暴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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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穿的西装 他慢慢的走入了这个记者会的现场 可以看到他脸色非常的沉重 而且穿着是一个比较是以深色系为主 那他待会呢就会来进行 针对这五天闭关 做出他的一些最新的回应 再你看一下 手上还拿了一些声明稿 我带你看一下现场最新状况 首先我要跟媒体朋友 说很抱歉让你们 到这个时间 影响到你们的结稿 因为我个人的事件 所以造成你们这几天的忙碌 也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想在这个时间 我第一个时间要向媒体吸引 那我要特别说明说 这个不是我今天 不是我一个记者会 不是 这只是我五天闭关之后 我回到立法院之后 我的一个公开的声明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的心情 所以第一点 那今天是我闭关五天之后 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所以我是过去的五天当中 我是完全抱着一个自省 面壁 反省 谦卑 忏悔 的一个心情 我认为我过去 太过自负 没有远以利己 而且我在私领域的部分 我对不起我的太太 对不起我的家人 给家人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今天我要 诚心的来改造自己 来面对检验 所以我要说 这个反省 后悔 是无穷无尽的 会在我的人生旅途当中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弯 在这个大转弯 我跌得很重 摔得很痛 也伤害了无辜的太太 无辜的孩子 无辜的家人 所以为了方便请见 我简单的归纳 整理几个重点 向各位做说明 首先我要谈的是 我太太跟家人的相关的问题 我太太不是冲动的人 我太太很爱我 我们的感情很好 但是我犯了这种严重的错误 我太太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我太太还没有原谅我 但是为了孩子跟家庭 她愿意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只有一次 我非常的感谢她 所以这几天 我跟她肯谈 我跟她懒悔 我们深谈过几次之后 我们目前不会分居 也不会离婚 所以没有分居的问题 也没有离婚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强调 我的太太跟孩子 跟我的父母亲 我的家人都是无辜的 作为一个太太的丈夫 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 我是不是能够拜托各位美女朋友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追逐我的家人 不要再追逐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 因为过去的五天 他们真的像惊弓之鸟 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我看了非常痛苦 因为是我一个人的错 害了我的太太 我的父母 我的孩子 遭受到无望之灾 所以我恳切地拜托媒体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干扰我的家人 让我有机会 重返家庭 跟我的太太 跟孩子 跟父母 重新建立 往常的 正常的家人生活 这是我第一点的说明 第二点的说明是 关于我的车子 房子跟政治现金的问题 过去这几天 媒体有一些 不正确的报道 说我的这部坐车 是企业界任养 而且都是在 非公务的时段才在使用 我要特别澄清 这部车子是我去年六月 向格上租车 以我本人的名义 我亲自签名 正式签署的租人契约 而且它的付费 也是完全的依照政治现金法的规定来使用 而且一年多以来 我在立法院使用它 我在选区使用它 甚至我到总统府去开会 我也没有回避 我也正常的使用它 我总是认为说 这是我依法 租任的车辆 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回避 所以过去这一天 媒体这种报道 对我其实也是伤害 但是我也承担 因为社会各界的批评 我必须要 真心的去接受 所以这一部车的使用 一年多以来 我都没有做任何的回避 但是这一天 各界的批评指教之后 我痛心检讨 我也决定 终止这个契约 终止这个契约 我已经联络好办理租车的单位 在今天或明天 最快的时间当中 我就把这个车子退租 所以我这部车的租任 是依法合法没有问题 但是引发社会的批评 我深切检讨 所以我决定退租 来作为给我自己 一个策略未来的一个开始 另外也有部分的媒体 或者节目 说引述我的财产申报 说我有十几栋建物 十几栋房子 我要在这个地方 特别的澄清 这个也不是事实 我总共只有三栋房子 没有任何的房子之外的土地 我三栋房子 有两栋是我从政之前 我的父母跟我的岳母 他们买给我或我太太 所以我从政之前的两栋房子 是我岳母买给我太太 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贷款买的 现在我父母亲所住的 只有第三栋房子 淡水的房子 是我连任立委之前 在第一任立委到第二任立委之间 我决定要落居淡水 经营选区服务选民 所买的第三栋房子 所以我从头到尾只有三栋房子 我没有其他的土地 所以外界的批评 说我吃香喝辣 当了立委 有十几栋的房子 十几栋的土地 这个也不是事实 我也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明确 具体的说明 希望以后外界 不要再拿我的这个土地房子 来作为误导 至于政治现金 我完全依法申报 因为这个部分更没有争议 这个都是如期的申报 我目前政治现金的专户 剩下三百多万 而且我的政治现金专户 主要都是用在我的选区办公室的租赁 选区服务处的人士 跟行政的费用上 我要特别强调 今天吴玉生在私领域犯严重的错误 对不起太太 对不起家人 但是吴玉生在公领域 我是清白问证 问心不愧 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洁生自好 我没有接受任何企业界的 供养 没有提供我任何的费用 除了选举时候 依法 募金 政治现金 以及结余款 拿来使用之外 我没有任何的行为 涉及到公领域的操守贪污 不清廉的问题 我希望各界也能够用 很严格的标准来检验我 这一点 因为清白问证 是我目前唯一的本钱 在公领域的干干净净 是我目前唯一的本钱 所以我在个人的私德 个人的私领域犯了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知道 我必须要用更多的公领域的问证 来弥补 第三方面是有关于 孙小姐的相关的问题 最近相关的报道 我认为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 好 画面当中您看到 就是吴玉生在闭关五天之后 他出面呢 澄清一些事情 包括了他目前和太太 不会分居也不会离婚 而且他已经终止了 名车租车的契约 他也同时强调说 他总共就有三栋房子